你覺得現在限聚令取消了之後 這個遊行集會會不會多了一些空間 理論上應該是的 因為限聚令本身已經限制了我們 沒有辦法去舉行集會的了 現在取消了理應上就應該我們多一些空間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現在所有的防疫措施過去 其實都是用來做政治打壓的 包括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不是 今個禮拜 比如說我們上一次在西九龍法院 就去請願 我們的會員稍微拉低了那個口罩 立刻就被他們檢控了 很明顯在現在 連李嘉超政府都說要最快撤銷口罩令的時候 都要用一些這樣的防疫的措施來打壓 我們一些公民的一些基本的請願示威權利 所以我們對於雖然是取消了限聚令 但是對於將來 因為我們香港如果舉行大型的集會 就一定要拿到警察的不反對的通知書 我們對於這個可能性 我們都比較是悲觀的 因為其實警方可以有很多的理由 是不批出這樣的通知書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我們大型示威的權利 都是受著一個限制 因為我們覺得基本上 任何的請願示威 其實應該只是需要通知警方 他們協助我們舉行 而不是他提出 由他決定究竟可不可以舉行 今天情人節 其實現在47人案 其中一位被還押的毛孟靜 就傳出他丈夫病重 其實會不會有些什麼呼籲呢 當局是否應該給人道立場給他保釋 我覺得根本上這個都不 一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一個人道的保釋應該根本就是無用置疑的 就是如果一個稍微有一個有心有肉 就是有血有肉的一個政府的話 那他沒有理由不是給 譬如說毛孟靜可以和他的先生可以 就是能夠可以相處相聚一段時間 那就是根本不給保釋的 根本是很不合理的